OK 第三集 我們把雅典周圍附近的介石鋪滿了 拿黑網架設完成 那我們就綁線 綁線的方式呢 一樣12點鐘跟6點鐘的方向 不要阻礙它的生長路線 我們開始拉線吧 走線就是這樣子輕輕鬆鬆的走就好 那不要過於強力的去壓它 因為我們最後才會把螺絲打緊 那螺絲打緊的那一剎那呢 你的線就會跟著被壓緊下去 所以不要一直把水苔壓得很緊實這樣子 我覺得沒必要我個人的上板 就是不會這樣做 我就是這樣很順很順的 這樣子繞圈而已 那線與線之間的距離呢 你可以以你的習慣下去抓 我是建議以兩隻手指頭 或一根手指頭出氣去抓就好 那我們綁完一邊以後綁第二邊 第二邊有一塊新的營養液齁 所以在綁的時候特別小心 這個就是要把它繞在營養液下面 這樣子 那為什麼叫做避開生長線 一定有很多人很好奇我在講什麼 叫做避開生長線 鹿角爵的植物來說 除了女王 黃冠那一系列的 牠們 是往前生長 牙頭往前生長以外 還有巨獸 那些是往前生長以外 其他是往上生長 牙頭也是往上生長的 除非牠在追光 牠才會往前生長 那牙頭會變那麼長 有可能牠在追光造成的 就是你那邊光線不足啊 牠在追光 牠牠牠牠牠冒得那麼長出來 好 然後我們就做個線收尾的動作 欸 打火機不見了 稍等我一下 我們做個線收尾的動作 這樣子比較起來 牠的牙頭固定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有沒有 剩下一點點小綠頭在外面而已 有看到嗎 牠牙頭在這裡 牠剩下一點小綠頭在外面 然後底下有用網子包覆 中間剪一個U字型出來 那你這樣子 增加了線與面的接觸 用這個面去壓制底下的水苔 這樣子牠才會更加穩定 那這樣頭就比較不會晃了 當然鋼板完還是會晃啦 因為牠的戒指是軟的 那你要等牠硬化以後 牠才會更加穩定 那在這段時間呢 我建議大家 不要讓你的蜘蛛去吹牆崩 那也不要讓你的蜘蛛去直曬太陽 對蜘蛛來說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我們這樣 杜小學訪完的時候也記得把螺絲打緊 那打的時候慢慢打 不要一次打到底 尤其是你的布板材質是鐵木的東西 鐵木的不要一口氣打到底會斷掉 螺絲會斷掉 就算你是用白鐵螺絲一樣 你要先引個小洞 做一個引洞孔下去 然後再打螺絲這樣才會緊 那基本上這樣就完成一半了 那接下來就是拿著你的剪刀 那把多餘的水胎 不是塞緊塞進去 不然就是把它剪掉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 這次是以補水胎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沒有做大面積的修正 那把線外面的水胎 多餘的水胎把它剪掉 那剪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去剪到線 不然你就要重綁了 有很多人用釣魚線在綁 那釣魚線綁有什麼不好 就是你看不到那條線在哪裡 除非你眼睛好到一個爆炸 不然那個透明的線其實很難看到 那你在剪的時候 通常會不小心把線剪斷 那你沒注意到的時候 你把它掛上去以後 你鹿角就很開心的滾下來了 就跟背板脫離了 所以這點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剪的是以跟線不同的方向 比如說線是直的 剪刀就拿平的這樣子 這樣子比較不會剪到線 而且這樣剪起來會比較平整一點 你就貼了水胎慢慢剪 你不要一次大力的剪 那剪到線就 你真的要重綁就很麻煩了 下刀的時候記得輕一點不要太重 你剪到太硬的東西 你就不要硬剪下去 不然你的線可能剛好中標 那就斷掉了 那就是這樣把周圍的 多餘的水胎把它剪掉 打紙剪掉 這樣子會好看點 那我們剪個大概這樣子 不要浪費大家看影片的時間 好那做完的時候 記得搖晃一下你的反差 看看蜘蛛會不會掉下來 是哪裡鬆動 馬上進行土舊處理的做法 最糟的狀況就是你整個衝爆 這樣子 你的雅猴就比較不會斷頭了 頭都不會脫落了 OK 好 那今天第三集就到這裡了 掰掰